好 那麼很高興今天又再次來到我們明傳 很久以前來過一次 好久沒來了 那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OBS虛擬盛 好 虛擬盛盛 那您可以看到這樣子 我大概只有上這堂課才有機會坐著站的 平常我都是站著站的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樣 那我給您看一下 我們就進入虛擬的世界吧 好 我們這樣就好在這裡 好 請問這樣可以吧 可以 所以以後我們就這樣上課就好 你看我還特別幫我們學校準備了一個這樣 哈哈哈哈 我們學校都沒有這個 所以我就幫你準備一下 所以以後我們這樣上課也還不錯吧 因為這樣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好 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這樣叫做使用前使用後 那您了解這樣的感覺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到底OBS這個虛擬盛盛 可以幫大家完成什麼事情 我們往下走 現在的話其實 我相信很多同學都有聽過或老師都有摩克斯對不對 現在每個學校都也是鼓勵老師就是要錄摩克斯嘛 但是如果說老師想要錄這個 你一班大部分都會去學校 會有建置一間到兩間的專業的虛擬盛盛 可是你要一個人完成有沒有有點困難 老實講是沒辦法一個人完成 因為要操作機器你要在前面講 還不是說去了就可以 除了約時間的話你要尾過嘛 你要提供資料 所以這個對很多老師來說會相當的麻煩 我上課已經很多了 行政事務又多了 我不太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當然你要做比較精緻的 我還是鼓勵你大大便可以做更好 可是呢如果說我們一般的 課程騎士老師也可以向我們現在虛擬盛盛盛盛做 效果也很不錯 好,很不錯 那在這裡面了 我已經用OPS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在我的部落格上 在我的部落格上 現在呢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文章寫的比較多 所以我自己會寫一個系列文章查詢 方便自己也方便別人 我在網站上就寫了很多OPS 虛擬攝影棚的使用帳篷 你會有遇到的一些困難 還有一些要解決的問題 我就寫在這裡面 這樣的話呢 你們再看就會比較清楚 就會比較清楚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也去那個就業加年華 在現場表演 像這樣子 現場就可以體驗了 有沒有很簡單 你不用帶那麼貴的設備出去嘛 就一個後幕就好 就後面這個就好 就這麼簡單 搭配網路攝影機 搭配網路攝影機 剛剛呢 你們都沒有看到我們的幕後發射 我給你看一下吧 平常我都是曬一架出門 今天不方便 今天要搭捷運不方便 因為你在研究室裡面 或辦公室 是不是曬一架 需要的時候就打開 不需要的時候收起來 這個是在中正大學 好 這樣有看到的齁 做完了 做完了 就這樣 所以有沒有發現曬一架很好用 好 那你看一下 這位同學 知道為什麼他們不見的嗎 穿藍色的 所以今天應該沒有人穿 後面這個綠色的 你今天不會不見 真的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藍色的在那裡 等一下 綠幕會到你家 好嗎 所以等一下會穿梭過去 好不好 我有準備 我這邊有三台網路攝影機 不是為了要直播用的 是方便大家練習用的 好 那麼呢 你們再往下走 這個 OBS除了這樣這樣子 可以做錄影外 也可以做直播 像這一堂課就是我在台東的 因為有人在台中嘛 然後呢 這個同學他們在台東 所以我有查過 一天來回有不難 所以 我們就直播的方式 我們就上了一段時間 那我在這邊看 然後他們在那邊 就一起上課 那麼另外呢 這個是在 台大醫院的雲林分院 在禮堂裡面 所以呢 我們就玩更多一點 除了這是我的 講座以外 這邊還多準備了這個 所以呢 您就知道 這位他在拍什麼嗎 你們看一下齁 好 在這邊 他就是坐在這裡 看著他的影片 在拍自己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這邊連椅子都弄起來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椅子自然就消失 自然就消失 所以其實 因為各位在台北最方便 你有很多電視台 對不對 電視公司都在這邊 事實上 攝影機裡面 花瓜氣象八卦電視台 新的主播 這些都一樣 你進去裡面看 就是有看到狼人物 只是他們的攝影機比較好 好那我們今天用到軟體呢 您可以從下面這裡下載 在這裡有沒有 好這邊 那做我們後面 就是我剛剛虛擬攝影棚背景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沒有這個虛擬攝影棚背景的 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如果你有需要 我不確定今天能不能講到 不過你有需要 可以這樣下載一下 你看我們虛擬攝影棚 就在這邊啊 你喜歡看哪邊 就自己看哪邊 但是呢 我把它往後推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反正沒有屋頂沒關係 就很簡單 所以這個軟體 滿容易使用的 那另外呢 我們會搭配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用這三個對不對 那麼這個是OBS提供錄影的功能 當然如果老師想不開 或同學想不開 是可以直播的 你如果要當網紅 是可以直播的 所以呢 我的YouTube文章裡面 有這個 賣相YouTuber之物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查一下 很重要當然也要知道怎麼領錢 所以我有寫要怎麼領錢 好等你經營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有這個需求 好 那這個呢 因為OBS本身 並沒有提供 就是影片剪接的功能 所以呢 我們搭配另外一個免費軟體 來做 它的剪接 那麼 這一個 這一個 Edip Render 是各位學習起來 是最容易的 因為呢 你會發現 它跟各位最熟悉的一個軟體 很像這種PowerPoint 你只會用PowerPoint 好像來剪接影片 所以一定會 很簡單 這個是 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我們右手邊 好 老師換做到左手邊一下 我們的檔案呢 在這邊 你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有沒有 這裡有三個 好 這裡有三個 這個放到雲端一點這樣 所以待會呢 你可以先下載 先把它下載 那我們今天的 上課的錄影片 我會 同步就傳到這邊 所以你打開之後 我剛剛那一段 我已經傳上去了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我上課很忙 哈哈 好 那你看 這是剛剛那一段 你點下去就可以看 這個呢 是我們剛剛 跟一針在玩 Line 欸 我們就視訊通話就加進來了 齁 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這個現場 對不對 他就 有 有沒有我就把它加到OBS裡面來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玩Coin 這樣可以嗎 哈哈 好 那另外呢 麻煩老師注意 同學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畫面看起來好像有點 沒有很清楚 對不對 為什麼在這邊齁 你看一下這裡 就是預設的話呢 看起來 雖然它有一個HD 可是它騙你的 它是先用低解析度 好不管你是YouTube影片 你的眼睛都是這樣 所以您要強迫它 點它一下 這樣子呢 它才會用高解析度的東西來 這樣你撥的時候 就不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慢慢變清楚 好 有沒有覺得這樣 不用看醫生 視力就變好了 沒有 這個是給您稍微了解一下 OK 好 所以就麻煩您先下載一下 我們需要的軟體 謝謝 謝謝